词曲 李宗盛 惭愧弟子 开集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采云珍南的妙乡佛国 一 妙乡佛国 阿琢也观音 寻访千年佛国 云南大理 唐代于此 建国南兆 南兆后期 佛教开始兴盛 公元九三七年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 以其尊崇佛教 故称为妙乡国 妙乡是指信德宝乡 乃是自信本有 非从外德 诚如无量寿经所云 身口尝出无量妙乡 犹如沾潭 幽波罗花 其香普勋 无量世界 极齿自未也 大理国时期 佛教达到极圣 崇尚密宗 以述时开言 二十二代大理国 国王 有七代 善未出家 南兆时期 阿卓爷观音 化为范生 寿继盟士 从此南兆代代 重奉 称为建国圣元 阿卓爷观音 是密教 阿弥陀佛之化身 对观世音菩萨的重奉 至大理国时期 能历久不酸 当地的同修 曾经告诉弟子 观世音菩萨在大理 被亲切地称为 观音老爹 观音老妈 历史上流传着 许多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的感人故事 在净土宗 观世音菩萨 是西方三圣之一 大词念老 于大经科注中云 阿弥陀佛 今现在说法 今无量节 观音极捕其处 号普光功德三王 佛 老法师说 世家世尊 亦为我等做榜样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亦是今现在说法 极乐世界 以教学为先 未为全宇宙之最佳榜样 未为全宇宙之最佳榜样 待至阿弥陀佛之画源 尽了之时 即世现班涅槃 观世音菩萨 极捕佛位 名号是普光功德三王佛 届时 观世音菩萨 亦是传佛一般 今现在说法 观世音菩萨 受祭经云 阿弥陀佛 正法灭后 过中夜分 明相初始 观世音菩萨 于七宝菩提树下 结家夫座 成等正觉 好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观世音菩萨 世现成佛 十好俱如 应供 正辩知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十好俱足 即是 信德圆满 老法师 开示说 观世音菩萨 成佛时 的极乐世界 称为 众宝 普及 庄严 世界 比现在的 极乐世界 还超胜 佛号是 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诚如俗话 所言 家家观世音 户户 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法源 特别殊胜 成佛之后 国土的 医政 庄严 超过 极乐世界 因此 受寂 精云 其佛国土 自然 七宝 众庙 合成 专严之事 诸佛 世尊 于 恒沙 结 说 不能进 由此 可见 此国土 的殊胜 庙香 佛国 云南 大理 在历史上 即是 以 遵从 佛教 重奉 观音 而得以 兵马 强盛 王业 克昌 万幸 无 腰杂 之灾 无骨 有 风 营 之锐 见 南造 图钻 佛陀 教育 化 道 异方 使得 天下 和胜 国风 民安 之效 于此 可见 一斑 二 加设 尊者 首依 入定的 基竹 山 探寻 数年前 所走过的足迹 此行 故地重游 参访圣鸡 被感欣喜 云南基竹山位于冰川县城 牛井镇西北三十公里处 因前列三丰 后托异顶 行如基竹 顾名基竹山 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汇地 大家设尊者 乃传佛心念之禅中出祖 常驻于世间 在云南基竹山 首依 入定 带弥勒菩萨 视线 成佛 再将 世尊的衣波 传授给弥勒佛 据唐朝玄庄大师 大唐 西域记 记载 如来 画园 丝壁 垂江 涅盘 告 加设 波曰 我于旷节 勤修苦行 为诸众生 求无上法 其所愿其 今已果满 我今将欲入 大涅盘 以诸法葬 竹磊与辱 住持宣布 勿有失罪 姨母所献 金女夹沙 辞世成佛 留以传父 加设成旨 住持正法 老法师 于蒋席 宗说 刻实而论 加设尊者 久远节 就已成佛 金世现身文身 帮助释迦摩尼佛 教化众生 清光绪十五年 1889年 虚云老和尚万里朝拜印度 斯里兰卡等地后 回国至云南基竹山 三步一拜 朝礼大家设尊者 于华首门礼拜时 呼闻大中三生 光绪二十八年 虚老从中南山 再次行脚 至华首门 夜树树下 护闻十门内 之中庆生 此乃朝拜 家设尊者 之不思议感应 三 参访基竹山大士阁 报恩寺 基竹山大士阁 报恩寺 皆与观身菩萨 渊源颇生 大士阁 是百年古叉 就名三摩寺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是著名的观身菩萨道场 历史上 观音菩萨曾于此显灵 2009年 印信法师 吉祥小利馆长 于此恢复重建 安僧复法 现颇具规模 并承恩师 上进下空老法师的教导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钻修钻红净土法门 半般教学 落实四根 培养红法人才 功德五量 在基竹山 大士阁述时 文明侠尔 未为一绝 在2014年2月的云南大理基竹山 数十烹饪比赛中 大士阁 精美绝伦的基竹山大士庶宴 荣获一等奖 其中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像馆长说 当他每次煮饭和泡茶之时 心中会自然涌现出 阿弥陀佛圣号 想必这就是大士阁 数十远近文明的诀窍吧 这句弥陀圣号 能够让餐食呈现出最美丽的水结晶 夜幕降临之时 基竹山最美的景色 就是广阔的天际 与浩瀚的星空 仰望苍穹 成千上万颗明星散耀于天空 光滑灿烂 仿佛触手可及 华颜教门执掌云 如来与菩提树下 降伏外魔 朗然大物 成赠等觉 明菩提身 此乃如来时身之第一 释迦摩尼佛三十岁时 于菩提树下 夜赌明星 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称为菩提身 向馆长跟弟子介绍 种植在大士阁前的小菩提树 正是从斯里兰卡的 圣菩提树分支而来 当年阿育王的女儿 当年阿育王的女儿 生前密多到斯里兰卡 红法之时 从印度菩提加爷的菩提树 佛陀当年 佛陀当年与此树下 大策大悟 分支至斯里兰卡 栽种成活 国王视之为佛陀化身 成婚定性 虔诚礼拜 此圣菩提树 乃是佛法在斯里兰卡 建立稳固基础之象征 大士阁的菩提树 虽还很小 如同在此修学的法师们 现在此 稳扎四根 一门深入 专学大经 想必将来 必能承传静忠 法音轩流 广轩大叫 演唱妙法 就如同小菩提树 长大之后 枝繁叶茂 绿叶成印一般 向馆长跟弟子介绍 到寺院修学的学生 至少要用五年的时间 稳扎四根 而后严格审核 平定德行 考核功课 方依其志愿 剃度出家 由于道场要求严格 出家之前 德行基础扎实 因而能够建核同解 勤修六合 和核共住 建立良好的道风 和学风 四 念佛三年 自在往生的好榜样 在基竹山 报恩寺 念佛堂外 弟子见到了 黄中昌居士 和另一位老菩萨的照片 向馆长 窃少说 这是道场成立之初 最早往生的菩萨 从2001年 信德图书馆成立之后 有多位菩萨往生西方 瑞相西方 瑞相西方 2004年 75岁的吴振峰 居士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2005年 2005年 59岁的吴梵灵居士 于念佛声中 微笑往生 2006年 38岁的黄中昌居士 闭关两年零十个月 舍报往生 他们生前都是每日六小时 专听上进下空老法师 所宣讲的无量寿经 十一小时 精进念佛不屑 吴振峰与黄中昌居士 更是直语用功 绝无闲畅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 在讲经时常常说 在往生传 净土圣贤路之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 从接触净土法门 直至往生 三年就成功了 黄中昌居士听说 念佛三年可以往生 于是闭关念佛 绝志求生净土 向小丽馆长护持 据黄中昌居士的生平简历记载 黄中昌居士 1968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 2001年于深圳 信德图书馆 曾立时 至道场做义工 2003年中昌居 发心直语念佛 立志为大众做念佛 三年决定往生的典范 经济后学 每天念佛十一小时 专听老法师讲 无量寿经六小时 从无间断 全经反复听了五次 黄居士修行最大的长处 是能每天认真忏悔 反省改过 听经文法后 即彻底放下 依教奉行 自发心精进念佛起 生病花烧 即断绝饮食 一心念佛 从不吃药 安然度过 2006年6月8日 黄居士晚上发烧 不仅拒绝医药 一反常态的 连滴水也不沾 6月9日上午 图书馆负责人 征得黄居士本人同意 送医治疗 检查结果是 肺部严重感染 有生命危险 医生说 黄居士从进医院开始 神志始终清楚 口中不停念着 阿弥陀佛 从无间断 6月8日晚上 图书馆负责人 曾于梦中见到一男子要走 请为他安排时间 希望不超过9日下午5点 因他第一站要到香港 在老法师讲经时 在老法师讲经时 谢恩 果然 黄居士于6月9日下午 4时50分 往生 足以证明 古大德 于往生传记 所记载 曾信 怯愿 三年念佛 决定往生之语 真实不虚 老法师 于讲习中说 黄中仓居士 在官房中 读诵 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真正放下万元 两年十个月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他信愿坚定 燕尼说婆 念佛三年 功夫成就 舍弃受命 蒙佛接引 自在往生 证明弥陀大愿 真实不虚 黄中仓居士 为后人留下发愿文 以及 直语的好处 敬业学人 可资借敬 获益良多 摘录奇要 已想学人 直语的好处 一 真正做到 上户口业 不羁他过 使自己能尽最大的努力 修好实善业 积累往生的福德 资粮 读 以防止损服 避免灾祸 二 能够避免反破六合径 破坏正法道场的重罪 如 一经云 吉人寡语 疑心显化 源于贪嗔痴慢 多言者 多言者 心不再道 为真正生起 了生死 出三界之心 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 心里长存 惭愧 一定会珍惜光阴 把精力用在听经 讲经 看书 念佛 拜佛 三 能够提升自己的忍辱功夫 住 直语可练就自己样样忍耐 克服烦恼 慢慢做到不见他人过 只见自己过 不为外境所转 四 能够提升自己的成静心 能够得到佛菩萨 更大的加持 曾尽心多一分 则多消一分罪 多增一份福慧 多得佛菩萨的一分加持 五 能够提升自己的警觉心 住 直语能帮助 察觉自己烦恼习气 毛病过失 并加以控制和改正 六 能够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清静心 住 避免杂心闲话 帮助精进修行 寻常空灵 欲加清静 欲有智慧 七 能够更好地学习 随缘度日 住 更加老实 没有意见 随缘度日 心平气和 扶住烦恼 八 能够放下种种恩怨 住 保持平等心 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一切人 九 能够增长谦卑 恭敬的心 住 放下供高卧慢 自以为是 感到自己为不足道 增长千镜之心 十 不提供机会 让人与自己谈话 也减少了别人造业的机会 住 亦防止他人烦恼现行 障碍自己正常修学 十一 直语其实是在想轻浮 直语久了的人 会觉得说话 是很麻烦 很辛苦的事 请他说话 他会感到很不愿意 也很不自然 黄中苍居士 留给世人的这篇 直语的好处 正是无量寿经 新闻 上户口业 不羁他过的最佳注解 深植我等敬业学人 效法学习 最为感人置身的 是黄中苍居士的身教 胡晓琳老师曾经在 印光大师 实念法之问题 讨论中 回忆起向馆长 所讲述的两则故事 在念佛的过程中 有一位天津的女居士 诬告黄中昌 对她非礼 向馆长明电是非 没有听信谣言 不料有一次 在念佛出班后 这位女居士 当着众人的面 来到黄中苍面前 啪啪扇了她 两耳光子 当时向馆长站在旁边 看到黄中苍不为所动 眼皮垂怜 还在那儿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像没有被打一样 听闻此事 胡晓琳老师感动地说 这就是往生的样子 在信德图书馆 用灾是自助餐的形式 同时播放上进下空老法师 宣讲的无量寿经 有一次 黄中昌居士 用餐盘打好饭后 就坐着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突然 这位女众走过来 哗啦一下 就把黄中昌的盘子 从桌上掀到地下 还破口大骂 黄中昌二话不说 拿着扫桌子的扫帚 把饭扫起来 连菜带饭 又扫到托盘里 起来以后 一边吃 一边观看老法师讲经 如同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胡晓琳老师说 这种身心清静 如如不动的功夫 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标准 黄中昌居士所说的 和他所做的是完全相符的 其忍入功夫 和上海下贤老和尚 如出一辙 多年前 电功无力强行收费 还打了贤公 两个耳光 贤公说 忍忍算了 能忍就心里安生 他打了 算是给我抓养的 唾沫吐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跟人不争高 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自安啊 此言如今读起 能令人感动至极 五 结语 学弥陀愿 行观音行 基竹山大士阁 报恩寺 皆与观世音菩萨的因缘 佛身 今日恰逢 2014年 11月21日 是刘树清到菩萨 往生二周年之日 即以此文 感恩大悲观音 与此着实恶苦之中 的慈悲视线 感恩大慈念老 苦心 孤意 祝解净土大经的恩德 感恩刘树清 老菩萨 敏念众生 为净土大经 做正转的恩德 感恩黄中昌居士 念佛三年 自在往生的慈悲视线 愿以此生 尽未来记 效法弥陀大愿 落实观音大悲 尽此一生 信愿迟迷 求生净土 往生极乐 不退成佛 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以上是惭愧弟子 参访学习的 浅显心得报告 不妥之处 曾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 慧语批评指正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开启法司 这篇报告 写得好 都市四市 净土法门 最难得的 是观音失智 二大菩萨 为我们标发 作证 我们读经文 看到这些感应 深深的能体会得到 是给我们 在现前 这个世界 动乱局面当中 如何求净土 如何求往生 做了最好的榜样 观音菩萨的慈悲 特别是 视线在 忍辱 菩萨当中 何以 他们能忍 我们一般人不能忍 人因子拉尼 他们是真心 切约 一心求生 净土 对外面的愿 无论是 环境 顺境 逆境 人事 无论是 善悦 我愿 全放下了 才能做到 任如波浪 亦 害羡老婆上 要是没有放下 能饶恕的电弓吗 黄仲长给我们 实现同样的境界 他要没有放下 能饶恕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我们要学习的 这些毁谤的人 这些毁谤的人 侮辱的人 动手打人骂人的人 在学佛人的心中 全都是善知识 就像 人辱人 忍辱先人 摄加佛的前身 遭遇到 隔离王 隔离王各界身体 不但没有怨恨 而且还发愿 告诉他 我将来成佛 一定第一个来度你 摄加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 乔诚如尊者 他就是 过去那一位 隔离王 佛说话算话 没有忘语 一定得现的 不但没有怨恨 心里面 还看看你 为什么 这来考试的 你不是修人如梦 看你那么的人 观观度能同故 说明 你真意修行 为什么要实验 不实验 可不可以 可以 实验更好 为什么 实验是标法 给那些 道行 不坚固的人 还没有完全回头的人 提醒他们 警惊他们 帮助他们向上提升 于是 这是 左阵转 三转发轮当中 最妙的方法 表演给你看 确实 没动 没有气签 没动你 我们 我们在学习 扩大力 常常提醒 同学 也提醒自己 六根 六根 接触 六成 境界 总 从不外 分进 逆进 善与 我与 就全包括了 能在这个境界里面 不止住 这就是阿鲁汉的 不分别 这是菩萨了 不起心 不动念 功夫圆满了 达到佛的境界了 所以 分进 好死 逆进 好死 善与 好死 卧与 也是好死 好死是什么 平等 没有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这是好死 不接触 不接触 不算数 为什么 没有通过 检验 接触是通过 检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从早到晚 遇到的 一切人 一切死 能不能像 海鲜老婆生 能不能像 黄仲昌 黄仲昌 这个表演 好啊 一盘饭菜 打到 倒到地下了 扫起了之后 害怕它吃掉 不是去丢掉我 吃掉我 这就是 忍辱波罗密 我们摄身想 出身 想一想 我们遇到了 能不能做到 啊 它心里 若无其死 人家骂它 一句话不回 打它 不换手 啊 这样的 行持 别人看在心里 真正修行人 能不佩服 能不感动 啊 啊 它在那表演 自行 化它 自行 忍辱波罗 达到 什么境界 啊 化它 令人 听到 看到 感动 啊 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这叫真 忏悔 啊 佛菩萨 摄手 佛菩萨 赞叹 啊 这是我们 应当学习的 菩提道上 观音是指 没有离开我们 啊 时时刻刻 在照顾 我们自己 要有信心 啊 不能因为 小小赞叹 得以往下 公告我们 啊 受了一点 委屈冤枉 啊 就灰心 对错了 经不起考验的 啊 希望我们 了解 认真 学习 以后再看 下面 跳 惭愧 净土大经 科著 第112集 讲道 开化显示 真实之计 结归到本经 佛说三个真实 第一个 真实之计 就是真如自信 第二个 真实智慧 对净土法门 能够相信 能深信 切愿 求生 净土 第三个 真实利益 帮助我们 这一生 脱离 六道 轮回 出离 十法界 往生 极乐 世界 不退 成佛 这三个 真实 如果我们 真正了解 清楚 就会 下定 决心 万人 放下 心上 只放 一句 阿弥陀佛 其他念头 什么都 不想 念念 与佛 相应 等到临命 终时 阿弥陀佛 一定会来 接引我们 往生 上个月 母亲 为了散避 从巷内 突然冲出的狗 母亲 一句 阿弥陀佛 接着 摔离 摩托车 约 两公尺远 而昏迷过去 幸好 有童修 及时赶到 请来救护车 抬头 母亲 坐在 救护车上 听童修 转述 将母亲 送到医院 处在 昏迷状态 能燃 佛号 不断 可见 母亲 平时 念佛 精进 才能在 违及时 佛号 自然脱口 而出 到了医院 照 S光 右边的锁骨 及肋骨 摔断了 断的骨头 擦在 路里 所以身体 一动 就剧痛 需要开刀 装支架 将锁骨 固定住 开刀房 因怕细菌感染 冷气特别强 当时又穿着非常单薄服装 身体一下就失温了 当手术完成 麻醉要退去时 母亲清醒过来 身体缩成一团 一直说 很冷 而且发出 颤抖的声音 一直说 人死后 千万不能冰 人死后 千万不要冰 他身受寒冷 然忍之净 却想众生的苦 母亲处处在 为我说法 身为儿女的 看得相当不忍 学生马上跟母亲说 您说的 我已经记住了 以后会劝告人 不要把王者兵起来 我们现在开始 专心念佛 话讲完 就念佛给母亲听 一字字 慢慢地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得清清楚楚 母亲一听到佛号 就马上跟着念 把念头放在佛号上 不去想身体冷 就这样靠念佛 身体渐渐回温 暖和了失温状况 一般手朵 一般手朵后 当麻醉药 退去时 都会呕吐 母亲因锁骨 肋骨断裂 如果吐 会非常疼痛 当想吐时 学生在一旁念佛 求佛力加持 直到最后都没有呕吐现象 当下才真正体会到 念佛不可思议 住在医院的夜里 是最难熬的时刻 尤其在凌晨二三点 每当母亲要睡着时 就会咳嗽 每一咳 都是边咳 边哀嚎 痛到眼泪直流 这时 学生就跟母亲说 我们要跟冤亲债主 忏悔 我们过去无知 伤害了他们 他们被伤害时 也像现在这么痛苦 现在他们上门来讨报 我们要欢喜心去还 把我们修学的功德 全回向给他们 请求他们原谅 希望彼此能化解冤仇 不再冤冤相报 请一切有缘众生 一起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六道轮回 是无比的痛苦 唯有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才能永远脱离轮回 这一说完 母亲马上就感觉到 痛苦减轻了 也能跟着念佛 慢慢咳嗽 也就缓和了 在医院第四天晚上 很厉害 母亲真的受不了 赶紧要学生去拿纸 亚正在被人宰杀 他们的痛苦 与您现在的痛苦相比 几百倍都不止 母亲一听 慈悲心马上显露出来 就说 是啊 我现在的痛 哪有比现在被宰杀的众生痛呢 学生马上说 明天帮您买物命放生好吗 把放生的功德 回向给您的冤亲再主 母亲一听 很欢喜 马上就拿钱出来 要我帮她放生 随后痛苦马上减轻 真是不可思议 当出院回家时 学生在佛堂 立了母亲的冤亲再主牌位 烧了一支香 递给母亲 让母亲对着冤亲再主牌位前 再度忏悔 此时 母亲非常真诚地 与冤亲再主求忏悔 声泪俱笑 希望冤亲再主能够原谅 她对他们的种种伤害 当上完香后 回去床上休息 突然耳朵拨了一声 听力恢复了 因为撞击 伤到耳朵 耳朵总是蒙蒙的 这时母亲 深刻感到 能与冤亲再主忏悔 化解怨对 是如此的庆幸 于是更精进 念佛回向 刚山静宗 念佛会的同修 八心为母亲 恭送三步 佛说大成 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绝经 回向 以其母亲 早日康复 功德回向 每节冤亲再主 母亲受伤其间 师父也带着药 来看望母亲 还亲自为母亲涂抹 学生在一旁看着 眼眶都红了 内心感动不已 遥养其间 多位同修 发心来照顾母亲 甚至还有一位菩萨 住在会里 以便母亲不识之需 母亲直说 福报献钱 很感恩 前来观心的法师 大德同修 送来靠殿 营养食品 医药等等 盛情难缺 让母亲感到 无比的温暖 由于母亲 这次的事故 着实给学生 上了一堂课 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 是真的 如果没有弥陀加持 母亲的疼痛 不知会痛到什么程度 由于忏悔的心 加上佛力加持 才能化解一切怨对 弥陀圣号 万德鸿鸣 真真实实 能帮助我们 度过一切难关 一直到临命中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 佛对我们的互念 是如此的广大无边 会与众生真实之地 恩德南斯 唯有精进念佛 求生净土 其余无以为报 以上心得报告 恭请师公上人 师父 吉善之士 慈悲会与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 庄陀佛 遇到母亲 这是一个劫难 阿知道念佛 信心 没有丢失 阿弥陀佛 而且母亲 念佛的功夫 也得了 阿 经过她一提醒 母亲的 平时的修行 那个能量 能显示得出来 阿 这就是 我们一般常说的 佛力价值 为什么 佛给我们说了一个原理 我们要长期在心上 一切法 从心向色 阿 这个是 佛能加持 我们能受到加持 真正的原因 让我们想到今天里面所说的 相由心神 静随心转 这个心 是指引你 的念头 阿 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 接触 六层 境界 时时刻刻提防 不正当的念头 不正当的念头 绝对 不能有 真实的利益 第一章 是正念 帮助我们 神移心 健康 就是 遇到 不能化解的 冤队 在极其痛苦 不艰难的时候 也能够平安 度过 真念 重要啊 真念 是无一切妄想 无一切杂念 念佛人 心里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 啊 平常念佛 为什么 得不到佛力 加持 真念里头 夹杂着杂念 让你这个能量啊 大幅度的 减轻了 啊 决定 没有残念 决定 没有妄想 这一句佛号 你到底 眼前 许许多多的人 做到了 做出好样子 给我们看 啊 来佛师的三位 大德 啊 海仙 老和尚的母亲 是表 在家居死 啊 他们临终 欲知识之 自在往生 世间人 常常叹道 八苦 交接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啊 深苦 过去了 现在忘记掉了 啊 老苦 病苦 死苦 我们天天在煎熬 还有 爱别离 求不得 愿真会 无垠之神 人间的现象 人间的现象 佛 这八句 描绘的 灵力 透支 这叫众生 众愿 活活而生气的 幻想啊 啊 佛教给我 把他转过来 怎么转 念头转过来 进阶 就转过来了 只想一句 阿弥陀佛 其他的 都放下了 都不再想 这就对了 感应 不可思议 感应 就在面前 一切时 一切处 都能明显 感受到 这是 真实之力 所以我们的 学习班 每个同学 有自己 学习的心得 学习的体验 互相交流 对我们 黄柏林报告 题目 佛云 逆恶不幸之流 欲生怜悯 固无 宜众生 或生 气舍也 太上 太上感应篇 第二十句 正己化人 厚瀚 尘实 在乡里 平心率物 其有 征颂 折求 判证 小玉 屈职 退无 愿者 写曰 您为 刑罚 所加 物为 陈君 所短 常有 道指 良上 实起 秉竹 孤子 帝训之曰 人不可 不自免 不善之人 未必 本恶 习义 姓成 遂至于此 良上 君子 事也 道经 投地 请罪 实 徐小之 赠捐 二匹 令其 自改 化吉 遗现 无腹 窃盗 诚实 是东汉人 他刚开始 是 县府里面的 一个官员 因为很喜欢读书 献命 邓少 送他去 太学 读书 后来 任官 修德 清静 党故 获起 很多人都逃避 大家都不敢去投案 只有陈石 自请囚禁 他是坦荡荡的君子 他自己去投案 但是遇到大事 所以他可以免除徒刑 在乡间居住时 他累争不救 也就是 很多次 曹廷请他当官 他都不愿意 后来他过世的时候 前往 调记的有三万多人 死后被追称为 文范先生 被称为一个君子 陈石 平时在乡里 带人处事 用心公平 率物就是做众人的榜样 在儒家叫做平心率物 在我们佛家来讲的话 平心就是平等心 怎样才可以做到平等心呢 法身大事 就可以做到平等心呢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 大士之菩萨是大舍 中间阿弥陀佛就是平等 什么人可以做到平等呢 以念佛人来说 要往生西方 以大成教来说 必须要破见私祸 然后破成沙祸 再破一品根本无名 要分正法身 才能够做得到 正法身以后 自然而然 我执跟法执都破了 巨生我执 跟巨生法执也破了 就可以做到平等了 在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都能够以平等心来对待 乡里中有征颂的人 经常都请诚实来裁断 他就小以是非屈指 使他们能够明理 民众经过他调节以后离开 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并且说 宁可接受法律的制裁 刑法的处罚 也不愿意被诚实来说缺点 诚实本身有这个德行 曾经有一个盗贼 藏匿在乌梁上 诚实就起床 拿着蜡烛 呼喊着弟子集合 并训诫他们说 为人不可 不自我勉励 他是在讲给这个盗贼听 他说 做人不能够不自我鼓励 不善的人 不一定是坏人 只是因为习惯所养成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讲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我们凡夫就是因为 有毛病习气 有我直 法直 根本无名 所以才轮回六道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就如梁上的小偷一样 道贼听完以后 非常害怕 就从梁上 跳到地上来 向他来请罪 诚实就慢慢地 分析道理给他听 并且赠送他 捐布良品 并且教他 一定要改过 诚实的行为 他这种德行 潜移默化了整个县 没有人 敢再为 盗贼了 像现在 我们就是没有 这种德行的人 所以现在盗贼 非常的猖狂 我相信 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各地 都一样 诚实就非常了不起 小偷在上面 他也不怕 是个君子 集合起来 表面上 好像是对 弟子在训练 实际上 是在说给梁上的 小偷听 用心良苦 诚实真的是 以平等心 对待小偷 唯有平等心 才不会落入 分别执着 我们凡夫 就会落入二法 对跟错 是跟非 好跟坏 美跟丑 我们每天面对六成境界 即人 事 物 我们跟成接触的那一刹那 我们的毛病习气 就起现行了 我们的贪 撑 吃 慢 遗 见货 就起现行了 我们迷而不绝 所以我们跟成接触 以后 第一念没有问题 第二念就开始分别执着 那就有什么 就落入的二法了 就有能所对待 就有对错 好坏 美丑 是非 尚恶 你只要看到这个人 或这件事情 你马上就落入分别 执着 那事情不对 这事情对 你就被这个境界转掉了 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马上就落入能说了 这声音对我有善 那声音是对我攻击 所以你的习气跟毛病 马上就现行 就是因为 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所以我们迷而不绝 我们每天都是用八式 五十一个心锁 然后刹那刹那生灭 我们完全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见到自己的本心 我们没有见到诸法实相 我们也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是什么 是本来当下就是一真法界 像佛来到我们这个说婆世界 说婆世界也成极乐世界 因为佛就在一真法界里面 凡夫迷了以后 就变成六道法界了 三善道跟三恶道 你有持五戒十善 但是你不能够离向不失 那就是三善道 你还有执着 分别 妄想 你就是在三善道 如果你贪嗔 吃慢鱼 非常的赤胜 习气很重 那当下就堕入了三恶道里面 如果你当下心能够远苦极灭道 修四圣地 最后从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正得阿罗汉 那么你的心当下就出离三戒了 就正得罗汉果位了 正我空真如 所以我们这念心 每天就在六道里面 轮转不息 那佛呢 他永远都是在一真法界里 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分析 诚实说 不善之人 未必本恶 习以性成 遂至于死 我们不敢确定说 诚实是不是已经开悟 但至少他是个圣贤 他是一个君子 换句话说 他本身善恶对待 非常的薄弱 甚至没有 因为善恶对待 就是能所对待 所以佛法到最后 就是让你破能所 能所亦如 那么你就入一真法界了 我引用印光大师的开示 为什么世间的佛菩萨 圣贤 他们对待这些 忤逆十恶的众生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我们来看印光大师的开示 印光大师在写给江慎修先生 《放生杀生献报录》的序文里面 这位江慎修先生有编了一本书 宣扬《放生戒杀》的果报 我也曾经看过他的这本书 编一本蓝色的小册子 编得非常好 都是在讲放生的散报 不放生杀生的恶报 印光大师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 如来之大道曰慈 人物虽易 人跟众生虽然不同 包括诚实跟小偷之间 人物虽易 心性是同 但是佛性是一样的 人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人人皆有这个佛性 就是六祖大师说的 和其自信本自清静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决性 叫心性是同 举凡三成 六凡 三成就是指身文成 圆觉成 菩萨成 佛陀有五成说法 如果叫五成的话 要加一个人成 还有千成 如果你读到法华经的话 佛讲三成 其实是方便法 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 唯有一成法 五二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那个二就是大成小成 如果你讲三成 那就是身文成 圆觉成 菩萨成 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 唯有一成法 五二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换句话说 三成也是佛陀方便说法 就是化成而已 真正的涅槃成 是一佛成 就近涅槃 成佛就是我们说的 一真法界 藏极光净土 极乐世界就是一佛成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讲说 举凡三成六凡 六凡 我们都知道六道众生 三成跟六凡的众生 在佛看来都如一子 如来是之 皆如一子 我们说 佛陀来这个 说婆世界 八千次了 佛陀是每一个众生 如 罗侯罗 所以这个地方说 皆如一子 众生都是佛陀如来 家里面的儿子一样 佛陀是这样对待众生 佛陀完全没有任何保留 倾囊而受 所以佛陀要灭度的时候 文书势力菩萨 请示佛陀说 佛陀 你有没有最后遗言要交代 佛陀就说 文书啊 我毫无保留 全部都给众生呢 佛陀毫无保留 全部都给众生 说出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佛陀 是三成六凡的众生 印主说 皆如一子 何以故 以其皆具佛性 换句话说 诚实对待这个小偷 也是如对待 也是如对待他儿子一样 他当时如果没有慈悲心 他大可去报官来抓 用现在话说 叫警察来抓 赶快报案 他最后放他走 最后他还送他两匹布 最后这个人 应该就不会再做小偷了 所以诚实在那个县 整个县都没有小偷 换句话说 切到的发生率是零哦 所以这个 以其 接具佛性 就是圣贤 跟佛菩萨都知道 众生都有佛性 那佛菩萨 不止对人是这样 他对任何蠢动含灵 都是这样的平等心 所以叫做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不是说只有对人 人有佛性 那蟑螂 蚂蚁 就没有佛性吗 不会的 佛对待人 对待一切众生 跟蠢动含灵 都一样 同样的慈悲心 因为佛知道 以其接具佛性 皆堪成佛 这句话就是 佛在《大班涅槃经》里面讲 一禅题也可以成佛 一禅题就是 断了善根的人 都可以成佛 所以你看 提婆达多 虽然违反戒律 老乱僧团 跟六群比丘 可以讲说 破合合僧 甚至佛陀 在要去托波的时候 经过那个三脚下 提婆达多 跟那些恶人 在山上 将石头滚下去 想要害死佛 佛陀的护法金刚 护法神 用神通力 把那个石头 击破 所以 只有佛陀的脚 轻轻地 受到石头片的小伤 这叫出佛深血 出佛深血 是堕无间 地狱啊 杀父 沙姆 杀阿罗汉 破合合僧 出佛深血 提婆达多 多到地狱 佛陀 都还要救他 印光大师说 是知 佛是众生 皆是佛 众生是佛 皆是众生 众生看佛 就是众生一样 那佛看众生呢 通通是佛 佛是众生 都是佛 所以印主说 多方化导之 种种折射之 用各种方法 用八万四千法门 用四色法 布施 爱语 力行 同事 用种种方法 来折服众生 来射受众生 叫做种种折射之 纵令 绝无信心 这个要从哪里 看出来 例如说 你到监狱去 弘法 很多人都发心 到监狱去做 教诲 这个小偷 你一直给他劝导 他关进来的时候 你一样给他 开导 放出去了 隔几天 隔几天又进来 还是继续给他 劝导 劝导完 又出去了 他毛病又犯了 犯罪又进来 地藏王菩萨 就是这样 这就是什么 纵令 绝无信心 不要说到监狱去劝导 这些犯罪的恶人 要说我们了 我们有时候 度到旁边的左邻右舍 度我们的亲人 度我们的朋友 度我们同事 稍微一点障碍 我们就退转了 哎呀 众生难度啊 刚强难化 我们就退转了 包括父母 稍微考验你一下 你就退转了 你看佛菩萨 纵令绝无信心 一点信心都没有 也不舍弃啊 所以什么叫菩提心 这个叫菩提心 亦不弃舍 我有一个女众年幼 她本身虽然不是很喜欢听经 但她有一个长处 不管说这个人是否学佛 或是业障很重的 或是根基很拙劣的 她一定去陪伴她 她不断的去劝导她 一直去陪 陪到什么 陪到我们讲说 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陪到后来 真的改变了她的业力 真的有这样菩萨 曾经有一次 她请我去关怀一个个案 这个案的妈妈 是单亲家庭 离婚了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她儿子是念我们台北这边 算是比较有名的高中 师大附中 算是很优秀的高中生 有一天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 突然间 将天性的病发作 就突然间手足僵硬 失去语言功能 突然间好像变个人 完全失去本有行为能力 然后送到荣种医院去 完全失去知觉 昏迷状态 而且昏迷将近一个多月 后来都没有好转 也不认识家人 我刚才讲的这个师姐 就开始去陪伴她 她找我黄警官 来一起帮忙 这个小孩的妈妈 住在我们戏纸附近 我就带莲友到她家去 带她两个女儿 跟这位妈妈 一起送地藏经祈福 送了很多次 因为她儿子要在台北 荣种做大手术 家贫需要募款 我印象中 大概募了一二十万 就凑齐这笔钱 医生说 有一种日本进口的药 特别的好 不妨试看看 也许有效 但不一定会成功 若不救治 就一直成植物人 我透过带他们 家人这样 诵经 拜佛 忏悔 我们讲说 黄天不负苦心人 因为有这样的菩萨 在陪伴他们 结果发生奇迹了 诵经 忏悔完 医生用那个日本 进口的药以后 竟然 可以治疗她的症状 后来慢慢地 恢复知觉 然后 再经过长期的复健 现在好了 那一天 我去参加这位师姐 百岁妈妈的告别式 我碰到那个小孩的妈妈 她每一次见到我都说 哎呀 王师兄 我不知道怎么感恩你呀 我说不用 这是应该做的 我们帮佛菩萨做事嘛 那贵公子现在怎么样 他说 治好后 师大附中毕业 后就考大学 现在快毕业了 因为他后来 延缓几年 才上大学 你看 改变命运的奇迹啊 也改变了业力啊 众生欢喜了 这就是什么 义不弃舍 即是华人经说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我们如果没有菩萨心肠 说这个没有救了 业障深重了 随缘了 印竹说 重令绝无信心 亦不弃舍 所以若你能够发挥这样的心 它是相应菩提心的 曲垂方便 佛菩萨用各种方法来度众生 令众散根 那时候我们在读这位师姐的时候 我告诉她怎么做 我说 你今天会得这样的夜报 会有这样的供业家庭 你除了忏悔 改过 还要积功累得 还要行善 所以 我们就鼓励这个小孩的妈妈 一定要去布施 去帮助别人 现在她也终于度过这个难关 儿子也正常了 两个女儿 现在也都有工作了 这就是什么 令众善根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要学习地藏王菩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菩萨的这个精神 印竹说 带其因缘实质 佛菩萨很有耐心的 在等待因缘成熟 自然发生增长 自然她就会增长 善根 依教奉行 因缘到的时候 她就会进来佛门 像我们有一个师姐 她父亲从大陆 大陈岛 大陈岛 侧退到台湾来 那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造了很多的沙业 因为大陈岛那边 大概都是捕鱼人家 这师姐 大家庭 都喜欢吃海产类的鱼类 所以造了很多沙业 这位师姐的女儿 一出生就吃树 等于是来度 她妈 后来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讲地藏经 她特别 来跟我认识 就只那么一次 她接下来就没有 再听我讲地藏经了 这完全是地藏菩萨的安排 后来少年讲堂成立 她就到少年讲堂 每个月五次 来讲堂做周日 及每周四的相机菩萨 主数时供养这些学 弟子归的同学 及念佛老菩萨 她每一次都很花心 自己买菜来 不用讲堂帮她准备菜 她全部都是大包小包 这样全家总动员提来 平常她假日 一定到佛陀教育基金会 去打扫厕所 拖地板 扫地 积功累得 哪个地方法师或僧团 哪个佛寺需要做树斋 她就带着联友去帮忙 她这样快速地累积福德 资粮 本来她的长女很叛逆 现在她长女也被她度化 到讲堂来上 弟子归了 她长女也进入厨房帮她 一起洗菜 切菜 做小香机菩萨 不仅这样 她还度了 她师兄 她开杂货店的先生 本来行动就不太方便 走路都一拐一拐的 轮到她做香机的时候 她师兄就开着她休旅车 把这些栽菜就拿到讲堂来 亲自提上来 她先生经过这样一二年的度化以后 去年就跟她师姐讲说 我发愿吃树了 这就是什么 佛菩萨透过你的慈悲洗舌 度化了你的长女 度化了你先生的这个业力啊 转变了她的业力 自然发生增长 依教奉行 现在就依教奉行了 这就叫做 佛不舍弃众生 所以你不应该 只有度外面的众生 你还要度你家人 这也是众生 有些人很会度外面的联友 师兄 师姐 可是对家人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两手一摊说 刚强难化 难调难浮 学佛最后才度 我们本身的众生 我们无量无边的习气 毛病 就是众生啊 等到最后你成佛的时候 你就做到金刚经里面讲的 那一句话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印主说 众生是佛 皆是众生 故闻佛之言 不生感激 有时候有些人 譬如说很热心的 送爱心便当 去给这些 接友 坦白讲 有时候还会被闲 你的便当 没有热 没有肉 你便当是素食 我不吃 说不定还把他丢掉 众生是佛 皆是众生 如果说你没有慈悲 喜舍心 你一看到他这样 起烦恼心就退转了 那么 你可能就永远都不能够成就 所以菩萨都是摆折不回 不屈不挠 虽然众生难度 印主说 闻佛之言 不生感激 法语 几致邪之谬见 多方毁谤 众生还毁谤佛法 甚至这里面 更严重的 印主说 甚至拆毁塔寺 魂烧经典 固结磨打 破坏清修 这种武力罪 菩萨还是要度他们 你看六祖大师开悟以后 他没有马上去度众 他先做表法给你看 他到猎人队待了15年 猎人把捕获的猎物带回来 有时候都还会被六祖大师偷偷地把他放走 那猎人都是吃肉的 他们不会吃素 嗨 六祖大师还要帮他们煮饭 如果换成你 说哎呀 造业哦 杀生哦 就退转了 不做了 离开了 他在猎人队待了15年 那吃饭怎么办 锅边菜 六祖大师 吃肉边菜 这就是六祖大师的功夫境界啊 印光大师说 待至正至烧开 则便溃回无极 等到这些无恶不作的恶人 他们智慧稍微开了一点 有一点福德资粮了 有一点善根了 就觉得非常的惭愧 后悔 所以我常常都告诉莲友说 你要怎么度家人 你先度他们去行善积德 积功累德 帮他做布施 最好拿他的钱去布施 累积他的善根 就这里讲的 等到他的智慧稍微开了一点 他就觉得非常的惭愧 非常的后悔 印主说 由自岁父归命如来 新宠佛法者 古今来比比皆是 本来是恶人 但是他后来智慧开了以后 他开始归命如来 学佛了 最后弘扬佛法 他说 古往今来这种例子太多了 那么印主又说了 须知父母与逆子上升 弃舍负舍之心 父母对于很叛逆的儿子 甚至还会生起一个念头说 放弃他 舍弃之心 佛云 佛对这些忤逆 无恶不作的这些众生 他更加的怜悯 欲生怜悯 何以故 敏其 祸业深重 佛菩萨就是悲悯他们 他们的恶业深重 丧失了他们本有的清净心 印主说 师本心故 以虽则 现实悖逆于佛 虽然他现在非常的叛逆 违背佛的教诲 但是他 疾心本具之天真佛性 能复丝毫不失 如胶膜中 金像 就好像烧胶木块里面的佛像一样 印主说 胶膜中金像 碧衣中宝珠 就好像说 一件非常破烂的衣服里面 藏着一颗宝珠一样 蒙尘之秦境 就好像那个宝镜上面 盖着灰尘一样 赛仆之金币 就好像说 那个和氏币 一样 这么珍贵啊 这个赛仆之金币 我在这边解释给各位听 他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和氏之币 和氏币 据说在春秋时代 有一个楚国人 叫汴河 他在楚山 有一个说法 说在金山 金山 在今天湖北的南章县 他看见有一只凤凰 七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中 这位便和 他很有眼光 他相信说 那只凤凰 所落脚的地方 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块石头 他依什么 他说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换句话说 凤凰所栖斜的地方都是宝地 然后他认为山中一定有宝 经过仔细地寻找 终于在山中发现一块玉璞 就是谱玉 刚才不是讲 在谱之金币吗 就是这个玉璞的意思 玉璞就是一种石头 包着玉的那种石头 叫玉璞 在楚山里面 他就把它挖掘出来以后 奉献给这个楚立王 楚立王是一个昏君 而且是一个暴君 楚立王就派一个玉人 懂玉的人来勘察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玉 是不是宝玉 昏君就用昏尘嘛 用昏庸的大臣 这个懂玉的人说 石头就是石头 那么楚立王认为 便和欺骗他 王以和为狂 你骗我 而月 这个字念月 月就是一种古代的酷刑 割掉他的膝盖骨 这个非常的残酷 剁掉他的左脚 等到这个楚立王 等到这个楚立王轰 轰就是什么 轰就是死掉的意思 古代天子死掉叫崩 那诸侯王公的死都叫做轰 后来 后来 楚武王即位 楚武王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国君 所以便和又把这个仆玉献给楚武王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的 在仆之金碧这个意思 那么印主说 于人但见其外相 凡夫子看到他的外相 而不知其内容 佛则以外相而论内容 佛本身他是见性的 法身大事以上的如来 佛有这个智慧可以知道 众生都是佛 所以没有一个众生被抛弃 故无疑众生或生弃舌也 是以感应篇绘编 上东汉陈时故事 我特别引用 印光大事的开示来表法 说明不善之人 未必本恶 习以性成 睡至于此 来彰显这个陈时 他本身是个君子 而且是一个菩萨的视线 与教化 惭愧弟子黄柏林 报告至此 若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师父上人教诲 请各位法师 同修大德批评 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幕后 这两篇都是黄金观点 那我们现在还剩下12分钟 下面这一份可能没有时间了 黄金观 我们认识很久 这是一位善人 这么多年来 他在 参设 英国报应 英国报应 在中国 辱师道三家 都是重要的教育 英国教育 比道德的教育 转化人心 还有效果 有一些受过道德教育 遇到 卧远 皮尔 高明厚利 他还会 明知故犯 他不是不是走 那为什么还犯罪 因为有利有可图 像贪赞王法 但是 真正通达英国 认识英国 深信不疑 他 除时代人 结果 决定不敢 用 挟支 挟金 去伤害 别人 为什么 他知道 有果报 我 现前 能得一点利益 死后 怎么办 现在 得的是不易之财 能享受 能享受几年 活宽 享受的时候 一定 受 良心 自卑 心不安 常常怀着恐惧 怕自己 这个 卧行 被别人破路 他害怕了 他害怕了 那么就是 活在这个世界 他提醒掉他 死了之后 决定 散途 严重的 无间地狱 我们看今天社会 一切人死无 跟今天 所事的对照 就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别人 就这么做 我们劝他 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至少 在阿雷耶里面 落下 善的种子 现在他 不知道忏悔 堕落 悦道 他忏悔了 后悔 来不及了 能知道 过 做错了 这个好 他在地狱 受的苦 比较轻 离开地狱 时间 可以提前 有这个好处 所以 要学菩萨 要学神仙 大慈 大慈 大悲 对待 做我的 这些种子 不要怨恨他 如果我们自己 受他的伤害 决定 没有报复 的念头 没有怨恨的 念头 好啊 只要自己 心脾气 把这些事情 播放在心上 你再深一层地 就观察 我们对他了 还会生起 感恩的心 为什么 我们这种 忍辱的德行 把自己的业障 消掉了 那缘呢 缘是他对我的 种种误险 我能原谅他 消自己的业障 长自己的 附会 他做措施 振长我们的 附会 我们还能怨恨他吗 我们还能 不帮助他吗 如果更深一层观察 并伐界 血空气 万事万物 跟我是一体 一个自信里头 变现出来的 自他是一 不是二 这是佛法讲到 究竟 记住 肯定自他是一体 对于极端 险恶的人 都会 了解了 都不会 起个恶念 像他 真正把他当做 未来佛 看来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他本来是佛 现在也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现前 一念 迷失 本性 被外面 环境 虚假的 假象 说明 照着一切 不然 那么外面的现象 你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一切善悟 一切善悟 越因 越远 越苦 都不可得 为什么 他是 生灭法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没有一样 是真的 既然没有一样 是真的 你又何必 去计较 又何必 放在心上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做一句总结 都是善的 都是好的 这个教材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啊 正面的 鼓励我们 啊 负面的 我们也用这个来反省 我们有没有 有则改制 无则 假面 啊 把负面的教材 统统做 正面教材 来用 帮助我们 消除业障 增长 佛会 所以 我们对一切众生 不但对佛菩萨 感恩 对一切 悟到众生 同样感恩 啊 心目当中 统统都市 佛亲戒 啊 都是一阵法界 再是法界 再六道 我们要看到一阵 原本就一阵 一阵 从来没改变 啊 我们就真正能放下了 放下 六根 在六尘境界上 一切 妄想分别 这处 统统妄想 啊 这个话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不容易 啊 做不到怎么办 念佛 回归 净土了 心上 只是放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不要放 就对了 那 这是尽宗 无比殊胜的法门 啊 让我们 这一生当中 得真实利益 啊 三个真实 我们都可以证得 真实之气 真实智慧 真实之利益 啊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